金山竹影几千秋 云索高峰水子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 一轮明月滚金球 远至湖北三千里 进到江南十六州 美景一时 观不透是天园有份 话中游 几句惨词念霸 咱们书接上文 上文书正说到 这班帝和鄂荣安 两位驻一大臣 让咱们要放在这个黑山头上 阿姆尔萨纳的军队 是团团包围 已经一宿了 咱们这集可能 虚微的有点长 为什么呢 因为这集里 咱们要围绕着 这两位主人公 拉三个点 这三个点故 和这段故事 当然是有关系的 这说书规矩 是今天咱们出这个点 还得今天回来 书中有书 不能留到下一回接着书 所以说 这时间上 保不齐就长一点 您还得多担待 那今天咱们就聊聊 被困着黑山头上的两位驻一力大臣 波尔吉吉特班帝 这人咱们不用往深的聊 为什么呀 因为咱们从一打金穿时候 就开始聊他 您听这名字 您就能知道 这班帝 他不是这个满洲人 他是这个 湘黄旗蒙古 也就是说 他也是个蒙古族 咱们都知道 在清朝的官当上 他是不分民族的 他把人只分两种 一种人是齐人 还有一种人是民人 对了 这个班帝 他就是齐人 他在齐 是这个湘黄旗蒙古 所以说 您不要指望 他的心呢 跟草原上的蒙古不重 是一个想法 他呀 若定是效忠大清朝的 班帝 从入室以来 一直是文官 什么这个巡抚总督啊 包括朝中的这个尚书 全干过 乾隆十五年的时候啊 还做过这个 驻西藏的办事大臣 在这儿呢 就接触了兵士 直到这个乾隆二十年 乾隆皇帝出征 平叛准干尔的达瓦齐部 这班帝呀 才以这个兵部尚书的身份 授以定北将军之职 领着北陆大军呢 就杀到了这个墨西蒙古 当时啊 他的副将 就是今天把他围困在 黑头山的阿姆萨纳 说完了这班帝呀 咱们再说这个文臣厄荣安 这厄荣安呢 吴明白 他爹可牛了 这厄荣安啊 姓西林觉罗 稍微熟悉点 清史的人都知道 这雍正年啊 有一位朝中一定一的大员 雍正皇帝最信任的人 他也姓西林觉罗 那就是啊 西林觉罗 鄂尔泰 对了我这厄荣安呢 就是鄂尔泰他们家的长子 因为这厄荣安 他比较年轻 资历尚浅 所以说呀 来新疆之前呀 他做过这个兵部侍郎 河南巡抚 山东巡抚 乾隆二十年呢 平定准盖尔战事一起 这厄荣安呢 才随着大军 哎当然啊 他是在这个西路军当中 就来到了新疆 哎不过这会儿您不觉得纳闷吗 这乾隆朝第一次平准战争之后 也就是升起了达瓦齐之后 一干人等啊 军有封赏 那么班帝啊 萨拉尔啊 班帝被封为了一等成用功 萨拉尔呢 是一等超用功 后来叛乱的阿姆尔萨奈 更是唠叨了实惠 哎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啊 被封了个亲王双凤 可是在众多封赏的人名单当中 为什么没出现厄荣安呢 哎很不幸 因为这会儿厄荣安呢 虽然身在前线 不过呀 他却卷进了一场文字狱当中 这就是我要跟您今天 拉的第一个点 就是乾隆年间著名的文字狱 胡中早案 话说这胡中早啊 内阁学识正二品 他写了一首诗啊 还发表了 这诗里边啊就有这么一句叫一把心肠论卓清 其实这句话也非常好懂 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卓与卿啊 我呀还是能分清楚的 可是啊 这乾隆皇帝读了这首诗之后是不认大怒 他认为啊 加卓字于国号之上究竟是何肺腑啊 于是就下令啊 把这个胡中早啊给腰斩了 这可是个酷刑啊 按说呀在这个雍正年就废了 可是啊乾隆皇帝不解气 还是给这个胡中早啊实施了腰斩 据说这胡中早一刀啊被砍成两段之后 还没有咽气 站着自己身上的血呀 在这个行星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 哎呀这事啊 我想起来啊 头皮就发麻 觉得那真是惨 那可说了这乾隆皇帝针对胡中早的这个文化革命啊 怎么又攀扯成鄂荣安了呢 哎因为这个胡中早啊 是鄂荣安的老爹鄂尔泰的门生 所以啊就牵连到了他 不但如此 这乾隆皇帝还发现胡中早的诗中啊 和这个甘肃巡抚 鄂昌有唱贺的诗 这鄂昌又是谁呢 鄂昌啊是鄂尔泰的侄子 是鄂荣安的堂兄弟 正所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这鄂尔泰再红再火呀 你是这个雍正皇帝的宠臣 这乾隆皇帝呀 就想借此之际呀 打压前朝老臣的势力 其实啊这没毛病 您仔细想去吧 作为臣子 无论是谁们家 哎你这个家族势力过于庞大 那等着你的 就是这皇帝想办法打压你 所以说这胡中早这首诗啊 您就完全可以理解为 是这乾隆皇帝想瞌睡的时候 有人呢送上来的枕头 想要宰羊的时候 有人递过来的刀 乾隆皇帝就借此啊 打压了鄂尔泰的家族势力 就连这死的鄂尔泰呀 都把这个牌位 从贤粮池里撤了出来 身为这恶家长子的恶荣安呢 没受到处分就是好的了 所以说呀 在乾隆朝一争准干尔 这恶荣安呢 虽有共也没赏 可是这话又得说回来 人家这个能力是有的 所以说呀 这个争达瓦齐之战之后 乾隆皇帝还是把这恶荣安 留在了伊犁 做了首任伊犁办事大臣 咱们还是那句话 这里边决策上最糟糕的 就是乾隆皇帝这一条 他呀 给这个恶荣安和班帝 一文一武 两个驻伊犁大臣呢 只留了五百兵 这才导致这二人呢 今天被困黑山头 这班帝 恶荣安二人呢 站在黑山头上啊 看着潮水一般 涌来的蒙古骑兵 这恶荣安和班帝说呀 您要是早听我的呀 何之为有今天呢 那这恶荣安指的是什么呢 恶荣安是指啊 刚发现这个 阿姆尔萨纳 有作乱的异动的时候 我呀 就给您建议过 差大臣所谓消患于魏蒙 希拉中列宫 朱 朱尔莫扎 身虽殉死 中英茂典 无等可访而行之 此复界子 请英日也 这恶荣安这一句话呀 他倒是省事了 可是我费事了 这一句话 里边就拉了两个点 咱们先说说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意思是说呀 我们做大臣呢 应该把可能出现的问题 消灭在萌芽状态 当年呀 这中列宫 诛杀了 诸尔莫扎 虽然殉国了 但是却流芳千古 我们呀 也可以效仿效仿 现在呀 就是咱们两个人的 副界子请英的时候到了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就是说呀 咱们两个人呢 趁现在还能接近这个阿姆萨纳 咱们找一个由头 把它除掉 解了这个朝廷皇帝的心头大患 这才是咱们做臣子的责任 那么这个中列宫 诛杀 诛尔莫扎 是什么事呢 这个典故啊 离得比较近 就是乾隆朝 乾隆十五年的事 并且呀 和这个班帝还有关系 这就是乾隆十五年 发生在西藏的一场叛乱 在乾隆十五年 诛尔莫扎叛乱以前 这西藏啊 就已经是大清国的领土了 这大清国呢 在西藏也是实行了一朝两制 首先呢 在这个西藏啊 设立了一个王爵 这个王啊 和这个西藏的大喇嘛们 比如说呀 达赖活佛呀 班禅活佛 一同呢 管理地方的政务 可是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 这清政府啊 对西藏的管理发生了变化 至于是怎么变的 咱们先把这个点呢 讲完了 我再跟您交代 话说这乾隆朝啊 在西藏封王 封的这个王是谁呢 是当年的 这个拉藏很首席的一个官员 叫做波罗奈 这波罗奈啊 有俩儿子 他非常偏爱自己的小儿子 也不接呀 他们为什么 这小儿子 这名字都那么长 他小儿子叫什么呀 叫诸尔莫特纳巴扎勒 不过呀 还是这个 孝亭杂录里边 记得的简单 在孝亭杂录当中啊 是这样称呼他的 叫什么呢 叫诸尔莫扎 对了 就是咱们说的 要被诛杀的 这个诸尔莫扎 可是您别看 这诸尔莫扎呀 他年纪不大 但是他呀 这个生性暴虐 性格乖张 反复无常 具体是什么情况呀 咱们没必要深究 总之啊 这种反叛的人啊 在大清国的史料里边啊 都得是有点毛病 不但如此啊 这位王爷 和这个达赖班禅的关系 处的也不好 他想建立一个 纯政治 不带宗教色彩的 这么一个政权 并且呀 还秘密的勾连了 那个墨西蒙古的准嘎尔部 打算呢 这联合起来 一同叛清 咱们在这儿 得说一句良心话 实际上 当年人家那个准嘎尔 那个地方啊 准嘎尔是韩国 人家有自己的政权 自己的法典 自己的大韩 不中原话 跟你这个帝国 没什么区别 所以说呀 怎么着 也算不上是联合叛清 但是西藏不一样 西藏那可正经 是中央政府控制之内 你别忘了 你西藏这个最高的 爵位的王爷呀 那可是 清朝政府疯的 别管多少啊 你领着大清朝廷 一份郡王的俸禄 那要是吃谁都不向着谁 那你做人可就有问题了 乾隆皇帝得到奏报之后啊 觉着这山高路远 贸然出兵啊 也不是那么马子事 于是啊 就派了两个大臣呢 去这个西藏办事 谁呢 就是这个拉布敦和傅清 乾隆皇帝想啊 让这两个人先去西藏 摸摸动向 探一探虚实 要是能安抚啊 就安抚 不能安抚呢 哎 就多少答应点条件 能和平解决 不打仗啊 咱们就尽量不出兵 这拉布敦呢 是个武将 战功赫赫 据说啊 这人屡历过人 能够双手开弓 这事啊 我不太信 因为这学徒我呀 多少懂点射箭 比方说 您是个侠客 您是个现代侠客 双手能打枪 这我信 因为这个手枪 是一只手和眼的关系 那么这射箭就不一样了 是两只手 分工不同 和眼睛的关系 左手射呀 和右手射 在人的大脑里呀 应该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系统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双手能开工啊 哎 无非 就是拉开 射准呢 可能性不大 那么说 这傅清是什么人呢 哎 这傅清啊 身份了不得 他是傅察傅清 也就是啊 孝贤皇后 和这个朝中啊 大学之复衡 他们二人的亲哥哥 这换句话说呀 就是乾隆皇帝的 嫡亲大舅哥 这二人到了西藏一看呢 这事啊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这朱尔莫扎呀 什么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那边啊 准干韩国呀 一声呼唤啊 这两家啊 就要和兵一处 起兵了 这俩人一商量啊 先下手的围墙 后下手的遭殃 即便我二人呢 身死殉国 也要为朝廷 为皇帝除掉这一害 于是他们就派人呢 去请这个藏王 朱尔莫扎 让他呀 来一下这个 驻藏大臣的雅蜀 说这个乾隆皇帝呀 有秘职给他 这朱尔莫扎呀 不知事迹 就带着自己的亲随卫队 来到了这个 驻藏大臣的雅蜀 咱们都知道啊 这藏族有点 规格的建筑啊 那都是小楼 这雅蜀也不例外 朱尔莫扎来到行园之后啊 赶紧就跑过来 一位棋牌官 说我们大人呢 在楼上等着您呢 已经摆下这个香案啊 就等您到了之后 接旨了 这朱尔莫扎的随从啊 一听楼上啊 是要宣读圣旨 这也不是咱们该听的呢 于是就没和这个 王爷一同上楼 不但没上楼 连屋都没进 因为他们发现呢 这一楼里边啊 满满灯灯 坐的全是人 有和这个钦差大人呢 一起来到西藏的随缘 还有呢 原来就住西藏的官员 虽然呢 营营叉叉的人不少 可是这朱尔莫扎呀 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因为自己广带的 卫队也就有几百人 身上都背着鸟枪火冲的 自己上楼积个纸 怕什么呀 于是自己呀 就登上了小楼 可是他刚一上小楼啊 在一楼的官员呢 偷偷的 可就把梯子给撤掉了 这朱尔莫扎不知那里啊 上到楼来一看 这楼上就俩人 一个呢 就是这个钦差父亲 再有一个呀 就是拉伯敦 也没有外人 直接正堂之下 摆着香案 供着一卷圣旨 这两个人呢 看到这个朱尔莫扎来了之后 这拉伯敦呢 就拿起圣旨 打开之后 清了清嗓子 高声朗道 朱尔莫扎 跪听宣旨 那来都来了 这点理得懂 这点面子得给啊 朱尔莫扎就跪在那 双手伏地 等着听传圣旨 就在这个时候 这父亲啊 悄悄的 可就转到了他的身后 暗暗的就把腰间的跨刀 可就抽出来了 拉伯敦呢 看到父亲已经准备好了 于是对着这个朱尔莫扎 朗声言道 朱尼 你可知罪 这朱尔莫扎一听啊 这话头不对 连忙啊 一身脖子 一抬眼皮 想看看什么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啊 站在身后的父亲 手起刀落 咔嚓一声 斜肩带背啊 不光是脑袋呀 扮了肩膀头子 都砍下来了 这朱尔莫扎呀 翻身倒地 尸都没坑一声 死了 这楼上哐当一声 朱尔莫扎的尸手 翻身倒地 就在这会儿 工夫这楼下的门 可以关上了 从窗户里啊 伸出一排火冲 一阵牌子枪过后啊 朱尔莫扎的 这帮手下倒了一片 这会儿啊 这帮藏王的亲兵 才算反应过来 捋顺了火枪啊 推来了火炮 是一通攻楼啊 您想想这小楼能有多大 这藏兵啊 围住了小楼四面攻打 那这里边的人 能好的招吗 这父亲身中了三枪 估计自己啊 命不能活 于是拔剑自吻 这拉布敦呢 他是员武将 哎 跳下楼来手持战刀 还砍翻了几名丧兵 可是最终还是受伤过重 于是也是抛肤自尽 随军主师侧塔尔 还有这个参将黄龙 也都是伤重自尽 通判长明 重担而亡 除此之外 与两位钦差是一同赴死的 广千总就有两名 兵士四十九人 商民还有七十七人 这说说的我呀 要在这儿啊 给您多说一句 您不能小瞧了这些人 这些人呢 可都是为这个祖国统一 以及领土完整 做出了贡献的人 大清朝的时候是这么说 现在依然得这么说 就是当时一旦这分裂主义分子得逞啊 那现在西藏这块土地怎么说 还是一回事 那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和班帝很有关系呢 事后这班帝 以这个驻赃大臣的身份进藏 平息了此次暴乱 当然了 这群龙无首啊 这暴乱也没什么不好平息的 自此啊 这大清朝廷 在西藏啊 再也不设立什么藏王了 实施了嘎伦制度 也就是啊 设置四嘎伦 这四位嘎伦呢 是三俗一僧 一旦这西藏有什么事啊 这四嘎伦和这个达赖喇嘛 班禅喇嘛 再加上驻赃大臣 一同商议解决 这种嘎伦制度啊 一直持续到四九年前后 这就是父亲拉布敦诸沙 诸尔摩扎的典故 这里边还有一个典故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父介子请英的故事 这个故事啊 可不发生在清朝 这是发生在汉朝 说这个楼兰王啊 有两个儿子 因为这个国力弱小 于是啊 加在这个大汉和匈奴之间 就只能呢 把一个世子啊 送到这个匈奴为人质 另外一个世子呢 送到这个大汉为人质 到了这个公元前的九十二年 这楼兰王死了 匈奴人得到的消息比较快 于是就赶紧把在匈奴当人质的 这个王子 叫做安归的送回了楼兰 继承了王位 那您想啊 这孩子从小在这个匈奴长大 他对这个大汉呢 他能好得了吗 于是他就借着地理位置的优势啊 掐断了丝绸之路 让这个大汉呢 同这个大渊以及安息等国失去了联系 在这儿啊 您得说个罪过 这个字啊 我一直念大碗 我现在念大冤呢 念不习惯 一直呢 是读大碗马 大碗马 所以说呀 以后我也不打算改 咱们这节目啊 也没打算上央视播去 您说对不对 这大汉皇帝一看呢 这哪行去 于是就让这个父介子 出使楼兰 这父介子啊 带着使团来到楼兰之后啊 就发现这楼兰王啊 对他们是爱大不理的 意思就是说呀 乐意待呀 你们就待 不乐意待就滚蛋 这儿楼兰王啊 没时间接待你们 这父介子有主意啊 于是啊 就当着这个翻译的面 露出了所带的 这个黄金和锦绣 他说呀 哎 本来这些呢 是想送给你们国王的 既然他不愿意见我呢 这些东西也就算了 哎 那个秋辞国国王 还等着我们呢 这翻译呀 赶紧就把这件事情啊 转告给了国王 跟国王说呀 这真金白银 和整车的绸缎呢 我是亲眼得见 您要是不接见他们 不要这些东西 那可就拉走了 拉给秋辞国王了 您瞧这楼兰王啊 他才爱财 是个小调 不行啊 赶紧得见见 设宴设宴 于是就在王宫当中设宴 接见了大汉使团 就在这酒饮之正憨之时 这富介子啊 美不子的 他站起来了 他跟这个楼兰王说呀 哎呀 我的王爷呀 这个我们天子啊 有一句话 让我私下里啊 传告给大王 是不是 咱们得借一步说话呀 说着话呀 把杯中的葡萄美酒啊 一饮而尽 说完了之后啊 笑不子的 看着楼兰王 这楼兰王说 什么事啊 这富介子一挥手啊 上来两个随从 这两个随从啊 手里啊 各抱着一个锦盒 这富介子啊 没说话 很神秘的 看了看楼兰王 用手啊 又指了只锦盒 这楼兰王一想啊 这肯定是大汉皇帝 送给自己的什么宝贝 于是就把这三个人 引到了后帐 到了后帐之后 这晃晃灯灯的楼兰王啊 还没站稳呢 打闪针针的功夫 这两名随从 在锦盒里变出的 可不是珠宝玉器 拿出的是两把刀子 加上富介子 一共三个人 那上德贤区 对着楼兰王 扑扑扑 三刀 哎 这楼兰王身上啊 可就出了六个窟窿 对喽 这就是道上兄弟 长提的三刀六洞 这楼兰王低头一看呢 身上全是大窟窿 说这我还活什么劲啊 哐当一下躺在地上 干脆啊 我死了算了 富介子杀了楼兰王 对楼兰王守起的大臣 以及这些王公贵族们说呀 这是楼兰王有负汉朝 是戴罪之人 我们天子派 我们把他朱筛了 现在你们要干的 就只有一件事 把这个送到汉朝的世子 立为楼兰王 天朝大军呢 已经在路上了 你们谁要是敢轻举妄动啊 分分钟 这楼兰国呀 灰飞烟灭 这楼兰国的大小官员呢 没有什么办法 让他给吓住了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富介子 砍下了楼兰王的脑袋 带走了 随后富介子啊 立刻将楼兰王派到汉朝的世子 这安归的兄弟 叫做魏图齐 立为了楼兰王 并且呀 把这楼兰国的名字都改了 改叫做善善 不过呀 跟您说个小知识点 您现在呀 去这个善善国呀 还是楼兰谷国遗址那地儿 不是现在的新疆善善 得嘞 这两个典过 我算是给您拉完了 今天的说话可不能结束 我得把呀 这班帝和鄂荣安呢 哎 这俩人给说死 哎 不是我想把他们说死 这事实就是这样 这班帝琢磨琢磨呀 这鄂荣安说的话 他有道理 当初真应该听你的 那么当初 为什么这班帝 没听这个鄂荣安的呢 班帝当时是那么回答鄂荣安的 他说呀 阿逆叛逆未见 安可网诸凡尘 以应上之怒哉 他的意思是说呀 人家阿姆萨纳还没叛乱呢 我们就把这个 藩属大臣杀了 那皇上生气了 你说可咋办 实际上 这就是找借口 因为这班帝这会儿啊 他怂了 他并不敢像 拉布敦跟父亲一样啊 杀了这个阿姆萨纳 因为他觉得当时啊 如果是杀了阿姆萨纳 肯定就是死路一条 不杀呢 可能还有活路 可是啊 到这会儿后悔咯 这大军呢 已经把他们团团围在了黑山头 想杀阿姆萨纳呀 你连面都见不着 你杀个谁去呀 于是 据校庭杂禄所在 班公持剑太息之酒 稳静而死 恶故书生 万若不能下命 其仆自负而死 意思就是说 这班帝啊 拿起宝剑来 哆了哆嗦 叹息了半天 想抹脖子 是真不舍的呀 可是没办法呀 最后我也只能是 稳静而亡 这恶荣安呢 是个书生 没那么大劲儿 于是啊 只能让家仆 对着自己的肚子 扑一刀 算是切腹而亡 这两个钦差啊 算是交代在黑山头了 那么乾隆皇帝 知道此事之后 又当如何发落呢 这才有大军在此入疆事 平定阿姆尔 撒纳